中三大学学生集体发癌事件 他的目证是什么时间消失的 现在这些学生过得怎么样 这位导师师事成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们点个红信继续看下去 中三大学中三恶验六位医学博士集体发癌事件 终于有一家知名的电视台出来发生了 这种发病率不到1%的罕见的癌症 竟然集体出现在博士生的身上 究竟是过失还是阴谋 真相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用我绵薄的致力 为这六名国家人才去呐喊一声 同时也请司马兰老师 胡锡进老师能够出来发声一下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艾特一下 司马兰以及胡锡进 当然你心目中有哪些大威师可以艾特出来的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他们艾特一下 给点赞帮忙点个赞 然后我们看一段视频 中山二院已导师的多名学生患癌 院方否认实验室有安全问题 我们到底该信谁的 其实网友就是想知道这些学生得的病 到底跟他们所做的实验有没有因果关系吗 其实只要把这个实验仪器 试剂保护装置 一一的检查查出来是有关的 咱们聊赔偿 聊惩罚 无关 那咱们也还院方清白 帮孩子治病 原本是不应该存在该信谁的问题 这只是一个公关问题 结果先是导师把患癌学生提出的群聊 紧接着院方言辞否认跟实验有关 最后以消防检查为由 擅自拆动的实验室装置 他比谁都急 比谁都凶 比谁都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急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个出来发生的电视台 是我目前发现第一个有电视台出来为这件事发生的 那么凤凰卫视的这个男主持人 在视频里面已经讲了大概那么一些情况 那么我就补充一下 首先这6名犯癌症的博士 可谓是人才中的精英 可以说是百万里挑一的 应该说是国家的动养制裁 大家都知道 读一些是要发挥很长时间 很多钱来培养的 那么这些钱谁来出 都是国家来出 国家培养这些顶级的人才 当然希望以后这些顶级的人才能为国家服务 经济协校的曾经公告 他们现在确实不是在读学生 因为都已经毕业了好几年了 大家都知道癌症是世界难题 一个人如果犯癌症 那可以说是前途非常黯淡的 这不是钱财上面的问题 而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遭受的严重的打击 我曾经看过接触过发癌人士 他们在发疗过程中 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而且身体的皮肤 包括脸上眼睛的皮肤全部都变黑 有些人身体上插满了全部的吸管 因为他们有些人犯了咽喉癌之后 他们是没办法进食的 所以他们只能用插管来填补营养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痛苦不已 生不如死希望这六名博士能够挺得住 能够挺过这一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 就是11月7号的时候 这个新闻就出来报道了 但是仅仅过了一天 也就是11月8号 这个有限中流实验室就被拆除了 里面涉及的设备文档数据全部消失了 他们拆除的原因就是说消防问题 这个借口是相当搞笑的 又一个临时工的原因问题 那么又过了一天也就是11月9号 我这批犯癌学生的就诊记录 一下子全部在医院里面消失了 不见了 所以仅仅过了两天呢 所有能够判断的物证 全部都消失了 就像凤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的一样 你这些物证是可以用来证明这批血生 是否在这里染病的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把原因查清楚了 然后对血生进行治疗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艳芳来一个澄清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去隐瞒 没有必要去作假 你这个公告一出来 你不澄清还好 一澄清大家都知道你是在说假话 那么又过了10天 11月19号的时候 这个有线肿瘤实验室的 负责人的信息也消失掉了 那么三个证据链的消失呢 就摆明了这个肿瘤实验室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这批血生也从来没有被就诊过 那么你想这些血生们 这些博生们 还有他们的家属 他们怎么去违钱 他们怎么去索赔呢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了 那么现在这6名集体犯癌的博士生呢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有一个同学在1号就查出了癌症 但是在2号的时候就被导师 实施成踢出了群疗 这个截图在网上都有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段时间呢 是有些癌症犯者的家属出来发生了 他们说往常的信息都是属实的 确实已经确诊了这6个人就是犯了癌症 而且癌症的种类还是不一样的 有一位去年7月份刚毕业的女博士啊 上个月就查出了一线癌 她和刚刚去世的那个疾控专家 吴尊有的病啊 是一模一样的 病情是一样的 另一位博士呢 是2018年毕业的 那么今年6月份呢 就被查出换了滑膜又流 还有一位就是从外地过来进修的一个博士生 那么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进修了一年 那么今年呢 又被查出了有线癌的肿瘤 那么这个斯世成导师啊 是什么来头呢 既有些网友说啊 这个导师的来头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往常苏世成呢 是在日本求协过 那么他的导师呢 是演了一本关东军七三要部队 某个领导的儿子 我就不在视频这里说的太多了 因为说太多了比较敏感 这方面我掌握的信息不是很多 有哪些知道的网友啊 可以在评论去写一下啊 告诉我们 我也来学习一下 核实一下 因为你们说什么东西呢 是没有风险的 你们说什么东西 在留言区里面是没有人监控的啊 但是我在视频里面说太多了 那么这个视频 你有可能就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视频呢 说了四点 第一个 有个知名的电视台出来报道了 第二个 这些物质是怎么样消失的 第三个 这些写生现在过得怎么样 第四 苏世成这个导师呢 他究竟是什么来通 那么根据我一些医生朋友说啊 肿瘤放疗是有辐射的 致癌 这是供应的 射线容易干扰DNA的正常分裂 导致基因突变 目前国内的有很多医院 是滥用洗涤 滥用放一些治疗 这个方法的 有个叫王敏的医血博士 28岁 是医血博士 中三大学肿瘤科 几乎是医血生的顶峰了 那么这个王敏这个博士呢 他的血数也已经到了他人生最大的顶峰了 但是今天呢 非常非常不幸 他跟其他五名同学一样非常非常不幸 患上了这个癌症 所以说啊 今日我们如果冷眼旁观 他一获灵几身的时候 无人为我摇起呐喊 我说王敏呢 你不要怕 我 我们一直在关注着 我和我的网友们 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虽然我这个博主的力量非常微薄 但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请你挺住 到最后呢 我也呼吁大家啊 将这种视频 将我这个视频点赞转发评论下去 让这个视频 让这一类视频热度 热起来 截止我拍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个消息 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报道这个事情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一批正能量的博主的支持下 在多大网友的支持下 这个事情就慢慢热度起来了 大家就会关注这个事情 刚才我说了 如果今天你不为他人呐喊 那么日后霍林己身的说 也会没有人为你饶起呐喊的 所以把这个视频点赞 评论转发出去 并且关注我 等待后续的报道 谢谢大家 我们评论期见